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赵丽颖王一博的恋情愈演愈烈,王一博曾说,喜欢比自己大的女生。 近日,有消息称赵丽颖和王一博将出演野性生长,赚得沸沸扬扬。 赵丽颖粉丝也展开了规模式的宣传,最后赵丽颖粉丝、百度贴吧等账号被封禁。 所以,赵丽颖和王一博会不会在有匪之后二度合作? 此前,两人传出要出演《将门读后》,但这一消息很快就被王一博团队否认。 但是这次,双方却没有就野蛮生长的合作进行辟谣。 不管怎样,大伙等官方宣布主力阵容出来,就能见分晓。 这么多的流量明星,赵丽颖为什么要再次和王一博合作呢? 赵丽颖之前搭过的男星包括陈晓、陈伟霆、冯绍峰等,而且都曾传出过绯闻合作时联系。 这次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绯闻也是虽迟淡道。 关于他们的绯闻,CP粉和网友们从中得出了一些依据。 赵丽颖与王一博在拍摄《尤匪期间互动交流》特田。 碧绿背后的花絮排出,两人有说有笑地等待着。 其中一个场景是王一博抓住赵丽颖吐出的骨头, 和王一博的应变能力,如此亲密的姿势,也被讲解为两人关联不一般,才做得到。 王一博长期性佩戴一条骨骼颈链。 而王一博的粉丝基本都知道,他穿着一条紧身裤配上的骨链, 这似乎暗示了赵丽颖。 因为赵丽颖曾经出演过《花千古》, 现在也有很多粉丝称赵丽颖为骨头。 网爆赵丽颖同样拥有一条同一条骨骼链, 但是小八没有找清楚图片,大概率是谣言。 王一博的婚姻观 王一博曾在2018年、2023年级回公开自己的婚姻观。 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人, 假使与姐姐出来优惠, 那就是亲姐姐送,亲姐姐付钱。 而且,王一博说自己喜欢性格开朗, 性格温柔的女孩。 和赵丽颖有个赵小刀的绰号, 这一点似乎可以让二人对质。 在尤斐播出期间, 赵丽颖还是已婚的身份, 现在赵丽颖已经和冯绍峰分手, 他和王一博都单身, 两人的绯闻也就愈演愈烈了。 二人的CP粉沙丽紫菜, 甚至在赵丽颖分手后, 也激发了王一博追求完美的真爱, 这种观点, 的确是令人蒙蔽。 不过这有点奇怪啊。 一出剧开播, 除了人物角色CP之外, 还会有真人版CP。 举个例子, 你是我的荣耀, 剧中主角是戏剧中的荣誉夫妻, 剧外的则是真人版的杨迪CP。 但是赵丽颖和王一博, 两人目前只有剧中运费CP, 剧外真人玻利海苔超话建立后, 被端取缔了。 也就是说, 玻利海苔的存在, 并不那么被认可。 说白了, 单身的男孩子和女星, 只要合作, 就永远逃不过绯闻的预言。 这些年来, 王一博的绯闻对象, 从千金小姐和美男李子玄, 如今又多了一个赵丽颖。 和赵丽颖在婚前的 绯闻夜市一查接一查, 直到官方宣布完婚才停止。 如今赵丽颖终于获得了 自由恋爱的机会, 也不得不装上不少绯闻男友。 事实上, 王一博创办的企业月华公司, 与赵丽颖所属的企业和传媒, 联系非常好, 两家在北京的办公室地址相邻。 杜华和姐姐姐也多次称对方为隔壁邻居。 联系好企业一家合作策划新剧, 并不新鲜。 而且, 网络报野蛮生长, 这一阶段的导演是傅东宇。 此前, 王一博已经在冰与火里想照耀我们里, 和傅东宇合作过两次, 导演也很喜欢他。 这部影片导演要三次合作王一博, 是缘分也是情分。 相比赵丽颖与王一博之间的关联猜测, 也许电影导演就是其中较大的一个要素。 假设艺人确实是二大戏, 大伙儿想追剧就追, 不肯看的就转走。 演艺嘛, 大伙儿图个开心就好, 何苦对日新上百万的大牌明星宏图霸业, 画面感。 追星的人, 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